台湾派海巡署的船扣押了大陆的渔船 这是在台湾澎湖海巡队新配发的10091巡防艇 在执行搜寻任务时 发现一艘中国大陆渔船 多次鸣笛广播 贺令接受检查 在大陆渔船不理会的情况下 台湾的10091巡防艇 强制扣押大陆渔船 将1500公斤鱼全部抛海 然后将7名船员留置调查 这已经不是台当局第一次 以越界为由扣押大陆渔船 从19年至今 类似事件是多次发生 参文为首的民进党 网图借这样的举动 间接向一中原则发起挑战 实际咱们都讲过 这是没本事的表现 就是他只能去拿老百姓 这跟当年日军侵华的时候 对吧 发泄向老百姓发泄 就是一个道理 他没本事去跟中国打 怎么办呢 正规军打不了 怎么办呢 就是找老百姓发泄 这是真的没本事 咱们一直强调 我是最看不起这样的 你哪怕去找高手去度过招 你去挑战敢不敢 他只能向老百姓 这其实是一种懦夫的表现 中方对此已经多次发出警告了 要求台当局停止粗暴对待中国大陆渔民 停止扣押大陆渔船 咱们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这都是你国民 可是台相关部门制作网 其实就是台独 台当局的挑衅行为 还有一个升级 就是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赖兴德 赖兴德发表了最新的讲话 他口出宽言说呢 当台湾最高领导人可以到白宫 所追求的政治诉求就已经达成了 赖兴德这话 就是说想要当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 有可能要访问白宫了 我觉得就这意思 那么这是他毕胜所求满足了这个台独愿望 当然这个咱们中国人一听 咱们一定知道 绝不能让他当选 当选以后也要灭掉 赖兴德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和动作 其实就是为八月篡访美国做准备 之前提出的四大支柱主张里边 其实两层意思 一是赖兴德认为获得美国支持 明年选战 迎面大 那么隐身看来就是 岛内大选被美国控制了 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赢了获得美国的 咱们说青睐那么一定是能赢啊 还有就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对于赖兴德的支持 远远不如支持曾经的猜文 所以赖兴德想要努力保险 咱们说这个台独的激进派啊 现在看准备动手了 其实就是准备法理台独 所谓的去美国白宫不就是准备 正大光明进入白宫啊 就是台独的重要一步 所以咱们未来也要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咱们对台武统的这个很多法律 其实一定要改 就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进入白宫 这个估计啊 咱们也要明令的写明 这也就是武统的一个直接标志 我现在如果要不加进去 那他一定会钻控 现在看到赖兴德可以说是非常 非常的态毒了啊 这个想要到白宫访问啊 这已经是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 目前看的美国更加希望 是台湾保持这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 但是很显赖兴德更像陈日贬 他一意孤行的想要推动台独 其实咱们武统派啊 就等着这一天的赖兴德 加油 能去白宫啊 可能你回不来啊 在一个白宫你能不能进 大门怎么找 是吧 你能不能找到 就了解 好像是白宫都得是有祸一腰 你自己进是没门的啊 都得是人家邀请你 也就是说人家给你引路你才能进啊 那这个啊 咱们说你有什么什么实力呢 就这一小撮台独 有什么实力让美国人啊 邀请你进白宫呢 咱们说就把你台湾卖掉啊 就你现在想想把你台湾全部卖掉 你们上面的人全部卖掉啊 就当这个像乌克兰一样耗财耗掉啊 就看那个泽兰斯基啊 想想吧 你可以想那个有没有可能 就是你跟大陆 中国大陆康康康干 有没有可能啊 人家邀请你进白宫 我觉得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邀请你进在白宫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扛住中国这三班府 三班府 先是导弹 再是轰炸机 最后是无人机 这个不刀 这个三班府能不能扛住 如果扛不住 那你不要说跟乌克兰学了 是吧 你有可能自己就灭了 他有点像这个 我觉得像陈日炳啊 其实就是要激进台独 那现在看美国人也在防他 短时间内 我觉得现在可能他依靠的不是美国 他依靠的有可能是日本 日本现在也在借机发展核武器 美国现在也不愿看到这点啊 所以中美之间是有合作的 实际就是中美之间斗归斗 但是也在合作防止日本啊 包括台独啊 挑衅 台当局这么大胆的扣押大陆渔船行为啊 和这个巴拉圭总统啊 即将访 窜访台湾啊 要和这个蔡文赖兴德见面啊 我觉得中国是必须要出手的啊 据说12号 大批的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岛 所谓的应变区以外是进行海空联合演习 这应该就是大陆的职业警告啊 出动的歼10歼16轰6运8啊 舰载直升机啊 还有无人机 总共30架次进行大规模活动啊 其中23架次穿越所谓海峡中线 到台湾东南这个应变区以外啊 进行联合演习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中国的零五啊 零七五的两栖弓箭啊 一次量中国零七五两栖弓箭出现在台湾以东啊 这出现的日期是在7月11日啊 解放军的一架零七五两栖登陆舰的 这个直升机登陆直升机出现在台湾以东啊 这可能就是解放军这个啊 去绕日本还这个环岛游是吧 出现在日本冲升 这应该就是中国的零七五两栖登陆舰啊 广西舰啊 咱们之前判断大概率它是要往北去 但是现在看呢 应该不是啊 它是去了这个啊 菲律宾海应该是向南了啊 出现在台湾以东海域 应该就是它了 那么它的这个登陆直升机啊 也就是说实际是未来啊 登陆的主力部队啊 现在看再熟悉场地啊 咱们说在战场环境上啊 再进行这个啊 实打实的现场环境的这个啊 踩点 那这个对台独来说是啊 重大威胁啊 咱们想想这就这就直接可以在未来就啊 再往前一步步就登岛了吗 啊 这空中就直接投放力量登岛 地面上的这些火力 比如防空火力 早就被无人机包括中国的第一轮第二轮的这个导弹打掉啊 包括轰流啊 执行打击任务的轰流啊 补刀的那基本上轰掉轰掉之后那就是直接沿着这个啊 这个通道就直接登岛啊 登岛这就是陆军登岛 我讲过075 他能送啊 一到两个营 应该是两个营的这个特种啊 陆战啊 海军乱战队啊 登岛 那就可以做一个桥头堡 然后后续的中国大型的这个重装部队就可以啊 在台湾东部海域啊 有可能就已经就可以登陆了 这个是对台湾来说啊 这是他的最后退路 这个地区中国都能登陆啊 谁就夺取他的重要军港 然后呢 防止他都跑掉 这次广西舰啊 现在出现在台湾雨冬啊 这个11号啊 和这个赖清德讲话 其实咱们中国也没有啊 说是 有人说是因为赖清德讲这话了 中国啊 出动战机反应 不是的 这看来就中国根本就没有拿台独啊 这些讲话当回事 中国一直在啊 我觉得一心一意的在做准备武统的行动啊 那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也是在啊 也是中国也是在忽悠美国啊 估计是两手准备 一个一手是美国人自己退 一手是中国就上啊 所以中国人现在拿下台湾 我觉得这是板上钉钉啊 现在还有人在谈啊 合同台湾 我觉得就不治了 因为合同必然要跟一方去谈啊 而这个谈是没有周期的啊 没有这个时间限制了 而这个武统啊 现在看中国准备动武啊 这个啊 就是在位 估计就是在位习主席这个最后阶段啊 这个执政的最后阶段 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啊 咱们说一个高潮啊 最终习主席啊 作为这个国家主席 最后阶段的一个高潮 可能就是中国武统台湾啊 咱们说习主席加油吧 台湾台独 蔡英文 要去白宫吗 这个一路走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